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明镜快点 美国财长说很快就会去中国进行磋商 中方回应说要有诚意 据路透社的消息说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契星期三的时候表示 他很快就会前往北京继续与中方进行经贸的磋商 但是中国外交部方面的回应说 谈判要有意义就必须有诚意 不过另外有消息说 中国商务部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的信息 中美贸易战进一步的升温 中国的经济也拉响了警报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就印发了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指导意见 当中就特别提出 高度关注片面追求贷款规模和覆盖面 以扶贫名义过度举债等可能存在的风险 最近中国的万达集团就公布了在中国东北城市沈阳 投资80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计划 说呢 这个该公司啊 过去六个月当中就宣布了规模最大的一个中国国内的项目 万达集团在其官网上就发布了新闻稿说呢 至今将用于建设一个大型的文化旅游项目 一所医院一所国际学校和五个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 由于之前中国政府打击以债务融资进行海外收购 当时处在风头浪尖上的万达就出售了一些价值最高的海外产业 那么万达集团啊 曾经一度雄心勃勃的啊 寄希望于在娱乐方面要挑战华特迪斯尼 另外这个万达脱手了上百亿美元的资产 包括青岛的影视产业园 欧洲的足球技术部 以及在美国比弗里山庄的物业 那么除了万达有这样的一些个表现之外呢 中国的另外一些个知名企业 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 来为中国官方来站台 腾讯和阿里巴巴就用秀业绩的方式 来帮助中国的这个政府来进行维稳 近日呢 这两个公司就在昨天的时候 公布了他们稳健的啊 这个季度利润的数据 这也说明他们抵御住了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 可能加剧的整体经济放缓的冲击 这两家互联网的巨头还释放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说在核心业务日趋成熟之际 将聚焦于萌芽项目 美国停飞了所有飞往委内拉的航班 美国运输部以委内拉这个机场周边 传出了骚乱和暴力事件为由 就下令暂停所有往返美国和委内拉的商业客机 以及货运航班 据路透社的消息说 美国国土安全部就认为 委内拉的局势啊 已经对这个航班造成了影响 另外呢 也有不少的国际航空公司啊 也出于安全顾虑 声称与委内拉当局存在这个金钱纠纷 决定停飞飞往委内拉的这个航班 再来看一看巴黎圣母院的修缮 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大火已经过去啊 一个多月了 但是这个修缮呢 依然在持续 目前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大主教啊 就说这个修缮的这个款项啊 还没有完全的收上来 法国巴黎圣母院在上个月15号的时候 发生了大火 这个顶尖啊 塔的顶尖和这个房顶呢 可以说是复制一具 但是幸运的是 它的整体的结构 以及教堂内的文物呢 没有收损 再后各大财团也是陆续的宣布了 这个捐巨款来支持重建 不到一周的时间 这个上款据说就突破了10亿欧元 但是大主教在15号的时候就表示 大部分的捐款还没有收到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说 5月15号这个巴黎教区的大主教啊 就发声明说目前到位的这个款项呢 只有1350万欧元 再来看一下中国澳洲老移民的救星逝世了 澳洲第23任总理霍克逝世 享年89岁 他是很多在澳洲的中国老移民的救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当时当任澳大利亚总理的他呢 在没有咨询内阁成员的意见的情况下 就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宣布保证准许中国留学生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最终使得留学生连带他们的家属 一共有十万名的中国人 最终因而获得了在澳大利亚的永居权 那么这也是自1850年代淘金潮以来 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霍克有一句名言 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啊 粉碎年轻人的灵魂和身躯 就是粉碎中国自己的未来 这个前不久美国刚刚说啊 要切断所有伊朗的这个游园啊 但是呢 近日一个追踪机构 就追踪到了一个船只的信息 一艘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禁令的这个游轮呢 就在中国浙江州山附近 被拍到了这个泄游的场景 据这个路透社5月16号的报道 就说中国石油终端运输商 周山金润石油运转有限公司的一名代表 就证实这艘邮轮卸下了将近13万吨的伊朗的燃油 结束了四个月的海上漂泊 路透社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报道过一些伊朗的燃油船啊 躲过为了躲过这个美国的制裁令 他们采用了这种方式 就是通过四艘这个邮轮之间不停的转移 还有就是伪造一些文书 谎称呢 这些油啊 是来自于伊拉克 那么这四艘邮轮当中 当时报道说 就有这艘今天在周山发现的这艘邮轮 那么该船的这个卸货前呢 不到两个星期 美国政府就已经停止了向购买伊朗原油的国家发放这个豁免权 其中就包括中国以试图来彻底的截断伊朗石油的出口 那么据报道来说呢 目前还无法的确认这艘邮轮的这个运载这批燃油的买家到底是谁 也不清楚这艘邮轮现在的所有者是谁 早在今年1月28号的时候 这个船舶经纪人就报告说呢 这艘邮轮被卖给了一个没有被透露姓名的买家 目的呢 就是用作在海上漂浮的处游设备 昨天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了这个 在美国啊开始对华为以及中国的一些电信公司呢 开始来封锁 但是最近有一个小的新闻 说这个有人啊假冒华为的员工在英国开妓院 这是英国检方就报道说呢 要指控数名假扮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员工 他们租房开设妓院网站还有洗钱的案件 英国伦敦东南部的这家法院就指控说呢 这一伙人啊告诉房地产中介说 他们是华为的员工 控方表示说包括金融流向在内的电话生意记录 还有其他的证据都非常清晰的表明 上述的被告都参与了经营或胁迫经营这些纪纪 那么这一案件目前还在英国当地继续审理当中 95岁高龄的前纳粹即将被加拿大驱逐出境 这被号称是晚来的或说迟来的正义 因为曾经在二战期间为纳粹做过翻译 加拿大95岁的老人奥布兰德为了保住他的国籍 之前是上诉了将近有20多年 近日呢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再一次的判其败诉 并且驳回了其上诉的请求 奥布兰德将面临着被驱逐出境 加拿大政府认为啊 虽然没有奥布兰德当时参与屠杀的直接证据 但是他曾经加入纳粹的这个队伍 这本身就是构成了犯罪 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说啊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 地球太热了 那到底有多热呢 最近一项数据显示 北极海的气温居然高达了29摄氏度 上个周末 全球气候系统发出了一个警报 说俄罗斯西北部的北极海入口附近的气温居然上升到了摄氏29度 美国夏威夷天文台近日的数据也显示 地球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创下了地球500万年以来最高的浓度 比特币咸鱼翻身了吗 今年竟然涨了125% 去年这个价格闪崩的比特币啊 今年算是鲜鱼翻身了 重拾了一些投资人的一个关案 本周的报价呢 飙升到了8000美金 那么近年以来 这个涨幅已经累积达到了125% 52周高点近在眼前 但是有专家就提醒投资者啊 别高兴的太早喽 比特币的这个涨势很可能在近期 哎 又会拉回 15号 比特币的这个期货涨幅呢 超过了5% 盘旋在8100美金价位之上 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啊 投资是有风险的 一定要谨慎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委内拉的局势啊 传出马杜罗和瓜伊多的代表在挪威进行秘密的谈判 当然目前还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 这个报道是引述挪威广播公司啊 今天的消息说 维内拉执政党以反对派在本周在挪威的奥斯陆就举行了所谓的秘密和平谈判 挪威广播公司引用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呢 和谈已经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进行了数日 预计今天就结束了 另外这个广播公司还指出呢 这是马杜罗当局与反对派瓜伊多派出代表第二次在奥斯陆进行秘密的谈判 并且说呢 双方曾经啊 在古巴进行过密谈 至于这个到底局势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分析观察还有新闻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明镜快点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档的明镜快点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Wang Zhan www.minjinnews.com